为啥说梅西是求王呢?因为梅西创造了很多很多让后人难以企及的记录啊 就这个记录怎么能抄呢?我感觉吧,就是梅西创造的这些记录 就是让后来的这个追赶者吧 就是有一种绝望感啊,都不是无力感,是绝望感 就是那种绝望感,我就感觉就是往后一筹 好像没有人能够超过梅西啊 那么咱们今天就简单的说一下 我认为梅西有五大记录,一个是年度91球 就是在2012年,梅西在丹戈自然年创造的91球 那之前的这个记录是谁保持的呢?是盖德穆勒 盖德穆勒啊,这个射门机器,射门怪兽 当年的那就是神风第一人啊 贝肯布尔时期的那个德国二当家 当时呢,盖德穆勒是丹戈自然年打进了85球 梅西呢,是直接打进91球 把这个记录呢,往上提成了6球 完了之后呢,另一个记录我认为呢 就是这个两个劳伦斯啊 这个也是太难太难了啊 就是这个难到什么程度呢? 嗯,在整个世界足坛啊,任何任何的这个巨型啊 你就别管你是多大的巨型 哪怕你是球王,都没有劳伦斯啊 当然了这个劳伦斯创办的时间 哎,因为咱们都知道就是马拉多纳和贝利可能没赶上 但是就是这以后我跟你讲 你想想这哪个足球运动员有这个劳伦斯 对吧,那你说这个其他那个罗纳尔多小罗啥的 这不都很厉害吗?劳伦斯当年也没有选择如日中天的他们 就为什么呢?就是感觉他们的那个层次还达不到劳伦斯的级别 那么梅西呢,不仅拿了劳伦斯的个人这个最佳男运动员奖 而且一拿还是两个 这个绝对是统克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存在 所以说呢,就在我看来 九十一球,这个两个劳伦斯 还有两个世界杯金球 这个也挺吓人,对不对 两个世界杯金球 就是你得打到什么级别才能获得世界杯金球呢? 咱们就是看过往啊 除了这个一零年的弗兰,乌拉圭的弗兰 他是打进四强之后拿到一个世界杯金球 剩下的世界杯金球 你至少是决赛 你至少是决赛 就是你至少是亚军,你或者至少是冠军 你才会给你颁发的世界杯金球 所以说世界杯四年一次作为一个球员来讲 你要想获得世界杯的金球奖 就至少得在你非常短暂且不长的那个职业生涯里 那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撑死二十年 二十年你最多能赶上几届世界杯 最多最多武器 那还得是说这个 得发挥的相当完美 就是有的球员一辈子 连世界杯决赛的草皮都没摸过 所以说你这个至少得打进两次世界杯决赛 而且还得是以绝对核心主力身份有着上压的表现 冠军或者亚军在里边选 你得是核心的核心 就是说你坐车 你进世界杯决赛都不行 对吧就是队友强 我跟着坐车我进一次世界杯决赛那不行 你得是绝对核心身份的层次 你打到世界杯决赛 如果说发挥的好的话 不论输赢 对吧看到你核心的价格 会把金球奖给你 而且梅西不仅有世界杯金球奖 还有两个世界杯金球奖 这个吓不吓人 恐怖恐怖历史第一 对吧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掌 哎呀来碰撕梅西 很搞笑 那么还有一个难以企及的记录 起一个金球 当然了很有可能第八个 但是咱们先按暂时起一个来说 这个就是前无古人 后基本上他也不可能有来者 就是一个球员 他的职业生涯 我说的是短暂 短暂 对不对十几年 那至少你得在你职业生涯至少 比如说你能踢十四年 得在你职业生涯掐头去尾 明白吗 就是说你新秀的那几年 和你老去的那几年 你中间你还能生多少年 你也就是按十四年来算的话 你只生那么七八年 那在这七八年 你必须得保证 你是绝对巅峰巅峰巅峰 你才能获得金球奖的这个青睐 大家明白有多难吗 就强如内曼尔 当年的阿扎尔 这都没有金球奖 大圣贝尔 这都没有金球奖 所以说这个难度可想而知 为什么他们没有金球奖 因为有梅西 因为有梅西 对吧 那很有可能梅西第八个金球奖也来了 但是就是在梅西这个职业生涯 如果说从2005年四星赛开始 或者说从2009年开始 夺得金球奖开始 一直到2021年 13年期间 梅西七夺金球奖 这个我感觉 这个效率 这个巅峰的程度 这个能力 如果说你稍微差一点 你是不可能打负所有人的 这个就是梅西所创造的这个记录吧 我是从难易程度说的 这个91球 劳伦斯 两个事业杯金球 齐作金球 而且还有一个更难的 就是梅西做到了所有的大门贯 四星赛 奥运会 国家队 美洲杯 世界杯 俱乐部 各个级别 各个级别 一罗列 而且还有欧洲军学 这各种吧 你说还缺啥 厉不厉害 伟不伟大 所以说呢 现在也不要说超越梅西 或者说比梅西厉害 或者说是接近梅西 各位谁有能力 就不用多 不用超过梅西 就梅西以上的这些奖项 你都拿一个变 你跟梅西持平就行 谁能做到梅西这一点 谁就是球王 剩下的只要比梅西差一点的话 我感觉你就别说球王了 很苍白 对吧 他也不好意思 对不对 如果说一个球员想当球王 我所有数据照梅西少一点 行不行 行啊 缩水球王你要吗 对不对 就给你一个缩水型的球王 你要吗 我感觉他自己也不愿意要的 所以说这就是梅西 对不对 九十一球 两个世界杯金球 齐作金球奖 两个劳伦斯 还有各个各个荣誉的大马观 我认为这个就是促使梅西成为历史第一球王的关键数据